一旦空氣突然安靜 最怕朋友突然的安靜 垃圾車來了 民眾定點等著倒垃圾 不過仔細聽廣播音樂 換成五月天經典歌曲 突然好想你 不是大家熟悉的音樂 大家好 我是新竹市長高鴻安 原來五月天這兩句經典歌詞 是由新竹市長高鴻安現唱 為了宣傳反詐騙高鴻安 和新竹市警察局合作 錄製宣導短語 高歌五月天經典名曲 再透過垃圾車播放 希望透過洗腦方式 進行反詐意識宣導 市長做宣導唱歌並沒有不好 但是可能民眾一死 會反應不過來 所以導致倒垃圾的時間 可能會來不及 收清潔的時間都是固定的 已經很久了 固定的時間的時候 里民都會自動出來 不管是放省醫院 我是覺得是沒有差 新政策市民反映橫兩極 有民眾給予正面肯定 不過也有人抱怨 現在完全不知道垃圾車來了 一度引發民怨 高鴻安也出面回應 用在垃圾車上面 我相信這個其實也不是 新竹市的先例 其實他縣市也有 城市的首長來運用 他們的聲音來錄製 相關的一些政策宣導 強調自己不是首例 反詐騙宣導音檔 每星期天定時定點路線播放 垃圾車行進中 其實一樣會播放少女的祈禱 只不過高鴻安為了呼籲民眾 防詐騙 垃圾車 廣播音樂 換成播自己唱歌 也在網上引發討論 三月宣傳號也問了連新竹